在新泽西州的切里希尔 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的义工们 正在为一个老客户做准备 大卫·阿兹莱克曾经是一个高薪律师 后来他的境遇变得很糟糕 需要依靠这个餐饮福利房 所来获取免费粮食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他们对我的友谊和恩惠 不仅仅是经济上 我都无法过下去 在另外一个小镇的一栋福利房内 萨拉·史怀哲接到 犹太家庭服务护士的电话 122和70 我的血压很好 这个犹太组织 向新泽西州南部的 2800名老年人提供护理 他们主要做的事情之一 是组织社会活动 这些项目依靠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 但去年联邦拨款被削减了一半 区域主任珍妮佛·魏斯说 我们现在要花更多的精力 照顾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预算虽然削减了 但是需求并没有变少 魏斯说 社会活动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医疗保健 帮助政府大幅度节省照顾老人的开支 拉姆·柯南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社会政策学教授 他说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 可以提供高效服务 因为他们非常依赖志愿者和私人捐助者 政府没给他们一美元 其实比他们为自己服务支付 少了30%到40%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补贴政府 柯南说 他的研究发现 受到自己社区的帮助的人们更加快乐 有很大的区别 你不再是个数字 不像个乞丐 不像流浪汉 在这里我受到平等的对待 他在这里能够得到他喜欢的食物 例如经典菜式犹太鱼丸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